香港益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 撑不到来临的星期五 被迫提早结束营业 董事部宣布 基于员工安全以及人手考量 决定今天午夜 印刷完明天出版的最后一份实体报纸以后 就会停止运作 董事部也表示 益传媒集团将会在稍后 公布有关员工离职 订户善后等等一切安排 苹果日报也感谢所有的读者 并户广告客户以及香港人 在过去26年的支持 除了苹果日报 益传媒旗下的益周刊 也即将结束营运 社长黄利桑今天在益周刊脸书专页 上传了告别读者的信 感谢读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让益周刊创下了10万订阅率 可是始终无法转亏为盈 直到今年6月 编辑部相信 大时代已经到了临终点前 在动荡的办公室里 他告诉自己 要压抑着情绪 做好撤退的事 香港保安局援引国安法 冻结了苹果日报等等 三家相关公司 将近1000万令吉的资产以后 苹果日报财经新闻网 和英文新闻网 昨天已经停止更新 和英文新闻地装地装地装In 姚» logo仁 nichts til不停云 谢谢大家